8点31分 来看到今天台股盘前解析了 再度邀请到伟杰 那么昨天台股呈现是小跌态势了 不过昨天晚上美股表现 大家都在看了就是苹果被降频 所以苹果澡黄跌了超过两个百分点 道琼也跌了 而最后收盘表现 美股四大指数都是呈现下跌的 道琼跌大约是100点 不过其实在费拜汉纳萨克的部分 跌幅似乎没有想象的深 对不对 没错 对 所以我们说 我们先回来电影看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美股的部分 那道琼工业指数 其实它是由30档 这个重要的成分股组成 其中有一档就叫苹果 那另外还有一档叫做波音 那所以呢 在这两档全资股的影响之下 基本上会左右道琼工业指数的一个表现 那昨天晚上最主要是因为 这个外资降频苹果 让整个这个苹果的股价是开盘 瞬间中错了两个百分点以上 所以其实造成了道琼工业指数 这个走跌 不过我们把画面稍微放大一下 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 在这个最近的这几天的这个反弹过程当中 基本上道琼工业指数有一种种 有一种预政乏力的感觉 已经快站不上 那么我们还是说前波的高点 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短线观察指标 只要它能够守在这个前波高点之上 基本上每股都还能够维持在强势的区间 不过现在要开始面临到一些比较大的挑战 那等一下我们告诉大家什么样的挑战 另外我们看到科技类股的一个表现当中 它是已经开始出现短线比较偏空的走势 那什么叫短线偏空 叫做高点不过低点跌破 这个就是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个短线走跌的一个现象 那么当然在前一波的这个上涨的 这个比较重要的起涨点的部分 就会变成是中线比较大的一个关键的支撑点 那么我们昨天有提到在费城半夜里指数 它要守一个所谓的大颈线的位置 那费半指数在这一波反弹的过程当中 就相对比较弱 所以它的位阶是比较低 那么现在它来到了两个比较重要的关键点 就是上升轨道的这个支撑跟锦线的支撑点 所以这个点位如果能够守得住 对于费城半夜里指数未来的这个反弹来说 还是有帮助 那但是呢要特别留意的是在这个半导体的产业当中 又刚好又碰到日韩大战 这个日韩的这个贸易大战呢 是影响到科技产业未来前景的一个比较关键性的因素 如果说时间真的拖得很长 那么不排除在接下来 问题指数一旦跌破这两条线的支撑之后 会有回探前波低点的一个状况 那么再加上整个结构图 我们去做一个掌握 在结构图的部分 各位可以看到红的比较多 在生技类股的部分 原因是在川普 他要去调降整个医药的价格 所以造成整个生技类股的一个影响 那已经连续第二天是重挫的一个发展 那另外就是在这个工业的部分 因为整个贸易战的影响仍然是持续的 所以跌幅还是比较重 那昨天的重灾区是在苹果 那么另外呢 在半导力产业的博通 NVIDIA的部分 也都跌幅还蛮大的 所以呢 其实在整个科技产业的类别当中 半导体的确是一个左右 美股也好 或者是台北股市也好 非常重要的关键指标 这未来我们要特别留意的地方 是在于台积电的接单状况 因为现在在这两天市场上 一直在针对于台积电7奈米 掉单的这件事情去进行讨论 有的人说他有掉 有的人说他没掉 那到底是有掉还是 但是呢 这说法有点tricky 因为既然是没有掉单 他也没有公布说台积电 到底做了多少订单 到底接了多少 所以他是有一个保留的空间存在 那所以呢 其实真正台积电的影响 我们不得而知 但至少我们如果撇除掉 回答掉单的因素来说 今年全年度的台积电 他还是偏向比较弱势的 一个成长性来说 那么所以其实在下个礼拜四的 台电法说 就变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关键 好 另外我们来看到 比较重要的是在资金流 我们过去讲过 全球的股市在上涨的过程当中 行情等于资金加心理 对不对 好 资金现在又开始出问题 什么问题 上个礼拜五的非农就会人口 公布出来 优于市场预期太多太多 所以呢造成整个联准会的 降息热钱的温度 开始有一点点降温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资金的流向的部分 这个蓝色的 它是全球的资金流动性 绿色的它是标普500指数 那我们来看一下两个圈圈 第一个圈圈 在上一次出现背离之后 也就是说 当资金开始往下掉的时候 股市还在高档还没掉 可是呢这个背离完之后没多久 标普500就出现了一波的往下的修正跟回档 现在这个状况又出现了 所以其实在未来的这个美国股市 在高档震荡的过程当中 它很有可能因为资金流动性的紧缩 又再一次的出现回测前波低点的一个走势 这个是要提醒大家注意 为什么这个资金流动性会突然之间变紧缩 因为原先市场预期的这个上扬是说 FED在七月份一定要降息 甚至有可能会降息到两码 对 可是现在呢 在上个礼拜的非农就业公布之后 变成是这样 我们来看这张图 降息一码的几率是高达95%以上 会降 但可能只降一码 我在这边 我在这边 可是原先市场上预期降息两码的可能性 一度高达将近快四成 所以为什么短线上面资金会开始出现一些 比较流动性紧缩的变化 是来自于 好像这个FED降息的可能性 好像开始比较小了 那七月份降息的可能性又更低了 那甚至呢 我们过去在节目当中 也有大胆的跟大家去进行一个假设是 现在目前的FED 仍然是在进行这个缩表的动作 那么到什么时候会结束 九月缩表的动作才会结束 如果他在九月之前去进行了 这个宽松的动作 一针一剪之间会互相抵消 变成联准会的动作没有用 也刺激不到市场 那最有可能就是 等到缩表结束之后 空间再一次的空出来之后 才有可能去进行降息的发展 那么这个时候 行情才有可能会比较确定 能够出现我们之前所讲的 至少是两到三季度的一个 全球资金大反弹 这个是要等待FED 降息的宣布确认之后 才会出现的一个行情 所以现在都是处于 为什么一天涨一天跌 然后一次大涨一次又大跌 也就是因为来自于市场上 对于资金宽松的预期 所以它会造成这样的一个行情 所以在美元指数的部分 因为降息的预期开始 没有像过去那么样子的一个热络 所以造成美元指数的上涨 好了 那美元指数上涨 那代表美元升值 美元升值相对新台币来说 就是新台币会走扁 新台币一旦走扁 我们是不是看到这两天的外资 是不是出现了一些 调节的卖超的力道出来 所以其实美元指数 跟新台币之间的一个关系 是我们要特别留意的 因为它会关乎到 在盘中外资是不是要去 卖超台北股市的一个动态 所以今天的台北股市 在新台币的汇率的部分 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指标 提醒给大家做注意了 好 我们看一下 所以说在这个美元 现在走强了 台币走扁的汇率部分 因为美元变得值钱嘛 所以我卖超赶快 我就卖掉啊 我就想说我就卖超 因为我就赶快把钱 先搬走再收了 所以今天的指数表现 关乎外资的动作了 而再看今天的四大头发 我们要关注有哪些焦点要关注 首先看到持续进入了7月份了 7月份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 我们说这个股力 已经进到很多大家的户头了 所以说5000亿的股息活水 可能会来有机会来 挹注台股的后续表现吗 再来还要看到今天的 陈一商在新南向的政策了 在柬埔寨还有越南的部分 稍后要关注 以及光学双雄6月份的 营收时间有两样情 再来就是我们刚刚已经提到 苹果遇到了逆风 遭到了华尔街降频 好 现在看到第一个 在台股5000亿活水股息的部分了 那么我觉得我们看这个新闻消息 就是大家闲进来 现在真的是 你常不断提醒嘛 就是说要小心 所以在投资部分 到底是这个钱 我要在股市里活动 还是我先入到尾案 好 我想其实就目前看起来 台北股市还是比较接近 在历史的相对高档位置 所以我个人认为 有拿到股息 完整拿到 什么叫完整拿到 就是在填息 填息要完成才能拿到 填息完成之后才确定拿到 对 那有拿到的 可能你可以稍微观察一下 因为就目前看起来 我们预估在美股的部分 可能还有一波的下沙 甚至在中国股市的部分 还有一波回档还没出现 那么我们从这个 台北股市的一个K线图 我们先来进行掌握好了 因为这个说实在一点 拿到5000亿的股息 不代表我这些钱 都要再一次的投回到股市 对啊 而且这个跟成本 有非常大的关系 我们来看台北股市的K线图 那我们过去呢 其实一直在这一段时间当中 就跟大家讲 这里是外资卖超区 刚好就是在这里 刚好就在这个地方 好 那我现在 我现在在这边拿到股息 如果我在这边再买回来 那我买的不是比我卖出的还贵 这个不合逻辑啊 对 所以其实在短线 在上个月 在五月卖掉了这些钱 它不一定会再快速的买回来 好 那我们把时间拉长一点 我们看周K线好了 那台北股市的周K 我们把时间拉得再长一点 看周K 再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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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长很长很长 看两年以上 对对对 好好好 这个就是关键点 为什么这一则新闻 现在在相对高点 对 非常明显 对 大家为什么会觉得很开心 原因是因为这一则报导里面写说 这个台北股市现在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半年线跟年线黄金交叉 上一次出现在哪 上一次出现在这里 这个点位在哪里 8700点 然后出现了这样的讯号之后呢 台北股市就一度从8700点涨到11270 这是2000点的大行情 那现在呢 再出现了一次这个讯号在这附近 但是 这一篇文章里面它写到 我们只有上看前波高点11000点 如果有学过基础技术分析的人都知道 如果同样的这个计算的基础的话 你应该是 2000点要再一次 这一段 然后再从这里再往上再加 对 再加2000点 这是正确的技术分析 是 可是呢 他直接说看前波而已 只看前波高点 怎么会突然这么保守 写的好像很利多 可是呢 看的看法好保守 所以你就知道说 其实现在的市场上是充满着不确定新因素 那么尤其是我们的财政部 在最近日韩贸易大战之后 其实有跟大家讲 财政部预估在整个贸易大战战火扩延的同时 台湾很有可能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当中 遭受到一些影响 所以其实短线上面 我们过去有讲 短线的确有机会出现一个转单效应 这是短线 因为突然之间找不到供货商 那我只好先跟台湾调一下 那也造成现在公布出来的这个六月份的台湾的出口值 中止连七黑 然后出现了正值的发展 不过这个我们的这个政府单位有讲 这个有可能是一个短线的极单短单拉货的效果 这个效果是没有办法延续下去 所以其实在整个台北股市当中 它还是延续着一个最重要的主族 就叫无机之谈 那无机之谈我们要看的是什么 就是资金面 我们刚好提到的资金面要看FED的动态 那FED的动态会影响到美元指数 所以当美元指数在升扁的过程当中 会造成新台币的升扁 新台币升值台北股市才有大波段资金行情的机会 当新台币贬值的时候 要有大波段行情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这边还是提醒大家 日韩的贸易战一旦时间打了太久 对于台湾来说也会受到影响 尤其是在我们的半导体产业 都是比较偏向中下游 中上游的两个最重要的技术国 都在打架的时候 我们其实会遭受到一些殖余之殃 这个是要提醒大家做注意 所以其实在操作的部分 要告诉大家的是 这五千亿的活水看得到 但是会回流到台北股市是比较有限的 尤其现在台北股市 还是在相对要接近到前波高点附近的时候 不太可能会有出现 大幅度买超的一个状况 所以还是提醒给大家做注意 所以大家要小心 现在看起来还是个无奇之谈 还是要回到基本面来观察比较重要了 而说到基本面观察 我们看到了 之前提到现在看的是日韩贸易战 而在今天受到中美贸易战的影响 两件事情先是很多台商回流了 因为既然是中国大陆跟美国在打仗 我就觉得是在中国做生意有点困难 所以回流之外 有人选择是新南向 跑到了所谓的越南或是柬埔寨 这样的新南向商机要怎么观察 那么在台股部我们怎么看 台湾其实新南向一直都是 我们的政府在上任之后 狂推的一个政策 那么现在看起来好像有点成果 因为刚好这个闪过贸易战 大家都很都要去越南去做一个洗产地的动作 不过呢我们来看一下关键的图卡 这个图卡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讲过 这张图卡就是川普的下一个名单 这个是今年的一到四月份跟去年 他来加征关税的 没错你会看到最近打的都是赚美国钱赚比较多的 越南也出现了 台湾也出现了 虽然程度跟影响的状况没有很大 但是至少他看得出来川普对于这些人是有他的 是有在关注的 所以如果未来在这个越南已经人工成本增加 薪资成本增加 然后土地成本也增加 好那现在要去哪里去柬埔寨这 如果未来柬埔寨也出现在这张名单当中 他也是这样 他这个也这么长的话 那川普可能也会打这里 不要忘记川普最重要的目的 他还是要让制造业回流美国 所以你想到的 这个比较便宜人工的产地 低成本做制造的地方 都会是川普的目标 这边东南亚的人力成本 最便宜 会被封掉 然后中国大会已经被封掉了 所以到最后他已经只能选择回流到美国 不会受到关税影响 这是他的最终目的 也是他的盘算 但是我认为可能不会进行到这么激烈 因为他还要去角逐明年的总统大选 所以可能不会这么极端 但是还是要特别小心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尤其是现在越南 真的越南的这个土地成本也已经高了 找一批进去到越南的现在的这个台商 根本不是去做原先的这个产业 他们是靠草地皮 这个价差一来一回是十倍赚了 天哪 这个真的是 所以可能在未来柬埔寨也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那所以其实在整个贸易大战延烧的过程当中 要特别留意的是 可能川普也会把这条路封死 不过这是未来我们后续去做观察 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是OK的啦 那只是说短线还能够支应台商 或是其他的这个企业能够从其他的第三方 能够出口到美国 维持他们的正常运营 这个是我们后续在做观察的地方 好 那么再两条新闻我们一起观察 先看到这个光学雄雄营收两样情 还有苹果遭到逆风了 那么其实在营收面这件事情 我已经也常常不断提醒了 因为有时候大家看到的只是讯息面 我们不能单从营收书来看 因为很多人一定会说了 我们先讲股王大力光 大力光营收是不好的 但他昨天的股价表现 大家会看到他一直独秀 所以说从营收面你想要来看 或是怎么选股 这时候股苗怎么观察 好 我想其实在这个大力光的部分 大家可能会去解读成为是 最后的利空出境 因为他觉得七月份会比六月好 然后下半年才能 而且他一直讲得很保守 对 下半年产能满窄 所以最差的上半年的财报 终于出来了 OK 那可能预估的部分应该不会太差 所以其实在昨天的股价 就有一点点利空出境的反应的味道出现 不过其实从总体来说 今年的苹果手机 其实算是风雨飘摇 原先市场上预估销售数字就不是太好 然后在前个礼拜又传出整个 从供应链端回传到 整个研究员的一个观察说 在这个拉货的力道上面好像没有那么的强 预估这一次的首发的新手机 可能会比去年的同期掉了双位数的一个状况 所以其实在苹果的产业的部分 我们是比较保守观察 那当然在郁金光的部分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些相关的 立即性的这个商品在做出货 所以他们的营收出现了一个比较爆炸性的成长 不过提供一个数字给大家做参考 现在目前郁金光的股价是超过400块以上 但是乐观的预估 我们用乐观的EPS的预估 按照他上半年的这个年增率来看 然后去预估他今年全年的EPS 大概我们抓他10块钱 好那10块钱本益比大家算一下 就是40倍 40倍 那40倍的本益比大力光还高 对 所以其实大家就知道风险在哪边 对 大家自己要关注 所以其实在整体来说 苹果供应链我们还是相对比较保守看待的 好 所以因为像我觉得讲 苹果供应链保守看待 就连华尔街也做出了这个财奖 明开始就讲了 昨天苹果股价点的原因是因为华尔街后市是看淡的 所以在台股的苹概股部分是不是要小心观察 对 没有错 我想其实苹概股的部分 我们已经提醒大家很多次 尤其是在苹果的销售策略转向之后 从硬体转到软体的服务的这个营收状况之后 我们就特别留意在接下来的整个苹果概念股 在硬体制造的部分可能会开始面临到这个瓶颈 或甚至有一些衰退的疑虑 所以在国内的相关苹果供应链的部分 面临到最近的日韩贸易大战的这个状况 可能会更加的严峻 所以其实在国内的供应链厂商的股价 或者是在营收表现上面 我们都还是相对比较中性保守悲观的 好 看一下今天的关盘重点 好 其实今天的关盘重点 我们刚刚提到就是新台币的一个汇率 另外今天的成交量是重点 昨天的成交量是连续说了第五天 如果今天的成交量能够放大 那么当然可以帮助台北股市在 接下来的行情当中有些表现 如果还是太小 那么当然台北股市要上涨的机会就不大了